如果音樂是一個旅行的話 我想我可能只是去了十分之一的地方都不夠 因為這個世界真的很大 有很多不同的音樂 我覺得音樂這個領域真的很寬 我很想去多一些不同的地方 Hello 大家好 我是蕭凱欣 大家可以叫我做凱欣 或者一些朋友會叫我做Michelle 我是一個很喜歡音樂的生命人士 亦都是相信天父給我使命 是透過音樂去感染更多的生命 對我來說 小時候克服我學音樂的方法 就是不斷努力練習 人家可能用一個月練習一首歌 我要靠拿點字 容易去聽 用嘴唇去唱 用不同的感官 就是複雜操作 一次過練好一首歌 那時候就是用勤力的方法 去克服我的困難 當時那個年代 生命人士學音樂是很不普及的 也很感謝當年父母 真的很大膽 讓我走一條很少人走的路 對於現在的我來說 克服每一個挫折的方法 就是要改變自己的心態 跟自己說 雖然是失明 但是一樣都可以 好像其他人一樣的出色 我喜歡的音樂家是舒伯特 他只有31歲的名字 不過他作的歌 真的是數不升數 他只可以靠一張紙一支筆 和一個琴 或者可能小提琴去作曲 他反映到 用有限的生命去做無限的創作 其實這次音樂會 我就是分享給其他人聽 一些我覺得是最好的東西 好像其中一首歌 就是Hugo Wolff的 Kleiner Dinger 就是小東西 即使是小東西 一些很小的東西 例如玫瑰花 一些橄欖 都可以是很漂亮 都可以很值得我們去欣賞 就好像每一首歌 都是很值得我們去欣賞 Kleiner Dinger 我想透過音樂會 這個音樂會 我會更加知道自己 自己是誰 或者更加會 懂得怎樣去令自己 那個狀態是最好的 因為我以往唱的那些 都是可能一兩首 或者一次過唱三首 但我都比較少是唱 可能一次過唱半個小時 在音樂會之後 我相信我都會 比起現在的我 會更加去愛惜自己 其實這個音樂會 也是我的第一個真正的音樂會 所以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音樂 第一首歌就是 來自巴克的 叫做《走進我的心房》 《Come to my Hatton's House》 希望可以讓觀眾 可以打開你們的心 去嘗試感受 蕭凱欣的音樂世界 其實其他的音樂 都是一些我很喜歡的歌 例如下半場這樣選擇歌 其實我第一首歌 就會選擇自己作曲 填自己一首歌 《All Daddy, All Mommy》 就是由自己出發 如何去說個故事出來 就是表達我對家人的愛 對身邊的人的愛 我希望聽到這首歌的父母 或者是小朋友 可以多些向自己身邊的家人 去說一聲多謝 以及說I love you 最後一首歌就叫做《Memory》 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歡的歌 亦都很希望可以令到觀眾 在我這個音樂會裡面 可以帶走一些美好的回憶 每一個人 貢獻社會的方式都很不同 而我就會選擇用我的音樂 用我的藝術 去將愛和關懷帶給身邊的人 寶負 Vokす 在一起 中共 與声 PYANG G Biden